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walk in before My landlessness keeps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见面了 我们是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团队 今天要进行的是历史科的单元 中共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咯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有 1 建国初期为何会发动土地改革运动 2 土地改革运动造成何种影响 3 为何要实施农村集体化政策 4 实施大药禁后造成哪些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建国初期为何会发动土地改革运动 中共政权起于农村 在国共内战时期 便早已高举土地改革大旗 而建国后的土地革命运动发生于1950年6月 中共中央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 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废除地主剥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以及彻底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借以解放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 为工业化生产铺路 此运动的目标是先没收地主的土地 耿之外 的根粗 运动最新墨 加分成员为聪明寺洞 团结中农中立富农 有步骤有分别的消灭地主阶层 要完成土地改革 尝试土改队到农村后访贫苦 开代表会 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 形成群众性的农民协会 用农民的亲身经历教育农民 并向农民解释政策 使群众自觉的行动起来 与地主进行面对面对尖锐抗争 当土地改革在1952年12月初步完成后 中共政府又发起了第二阶段的农村改革 目的在提高产量 争取更大程度的农业专业化 以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土地改革运动造成何种影响 土地改革运动充满暴力 土改队先在当地建立地方武装力量 然后号召贫苦的农民 加以组织 且不断提起富农的罪恶 被改革的对象地主相生 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武装 面对农村富农被打死的案件评传 毛泽东视此为当人 他主张革命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透过土改队的深入农村 将农村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 然后土改队再带着一群最穷的农民 斗争地主及无产阶级的敌人 根据研究显示 江苏南部的土改运动为例 人民法庭逮捕地主一万四千多人 判死刑的有三千两百多人 此次运动参加斗争的农民 高达七十多万 被斗争的人数有两万八千多人 当场被打死地主有五十五人 数十名地主因为批斗后而自杀 土改运动改编农村的社会结构 有数据指出 华东地区在土改后 分得土地人数 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每位平雇农平均分得 一点五到两亩的土地 所以土改运动让底层农民 对中共感恩戴德 土改运动也消灭农村 乡生阶级的存在 以及种族的影响力 使他们无法影响农村的经济基础 平农在政府支持下获得土地 一方面显示国家权力的展现 也争取广大底层群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为何要实施农村集体化政策 1953年中共出现粮食危机 粮食出现短缺高达四十亿斤之多 中共当局检讨粮食赤字的原因 认为是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 还有农村农民吃了太多粮食 为了避免粮食赤字的发生 中共决定实施统购统销政策 从农民手中低价购粮 更进一步要求农村必须集体化生产 中共政权能崛起靠的是农村而不是城市 建国后应为增加国家税收 因而更加想要发展城市的工商业 所以开始从农村汲取资源 以填补工商业发展的资金空缺 故实施农作统销政策 好压低粮食价格 减低工商业生产成本 实施农村集体化将打击农村私有化的发展 以低价收购农作将使农民生计窘困 学者认为此一政策的实施有成 可能跟中共干部的嫉妒心理有关 因为干部平日处理工务 无法耕种田地 加上他们的收入极为有限 又要缴较多的税 当看到农民生活 因土地改革而改善后 心生不平 故乐意推动统购统销的实施 在中央与地方大力推动农村集体化政策下 光1953年一年 农业合作化运动已达到高潮 全国共成立数十万个合作社 此时出现许多不同的声音 有些地方主委响应中央政策 向山西省委提到 对于私有基础 不应当是巩固的方针 而是应当逐步地动摇它 削弱它 直至否定它 表达对农村合作化道路的支持 然一些中共党国要员 却表达他们的忧郁 提出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不要急躁冒进 需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 条件不成熟 这是一种错误的 危险的 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面对批评 毛泽东保持沉默 反而进一步思考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让毛泽东朝共产主义迈进 1953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在1949年建国之初 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在共产党内的计划之中 然到1953年开始出现重大转变 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恢复常态 也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人口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 到了1957年 两时也每年3.6%的速度增长 超越人口成长率 这些好的经济现象 给毛泽东加速发展工业化的信心 学者认为让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 转而提出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原因 还有韩战的胜利与朝鲜停战后 受到国内经济快速成长的鼓舞 加上国防力量的加强 与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胜利 如之前提到的土改与三反五反的胜利 这些都鼓励毛泽东往更激进的 共产主义道路前进 1958年2月2号 人民日报提出大要禁的口号 同年5月 中共在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提出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要求干部与全国民众因 鼓足干净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可视为大要禁运动的开始 地方政府为迎合中央政策 各地纷纷谎报粮食产量 当时著名科学家前学生 他也认为卖到母产可以达到 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人 都相信这番话 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 当时大要禁推动的口号 钢铲翻番、十年超音、十五年赶美 可以看出当时的气氛 实施大要禁后造成哪些影响呢? 1959到1961年 中国发生了广大范围的饥荒 农村地区尤其严重 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许多学者认为大饥荒的发生 完全是人祸 是体制上的失败 政治原因方面 地方官员向中央反映了饥饿情况 却被批斗 导致很多地方不敢如实报告灾情 像甘肃省因缺粮和浮种 并已经致死了两千多人 官员回报中央这样的情况 却被批评为 又请机会主义防党集团 所以地方官员干脆恶意的隐瞒灾情 又如河南信阳的地方委员 不承认105万人是被饿死的 统一口径说是患传染病死的 凡事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的信件 一律被官员干部扣押 灾情根本无法上打 社会上敢说真话的人变少 监督力量大大削弱 尤其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整肃批评着 此后导致党内敢说真话的人不见了 经济的原因方面 中央根据谎报的数字征收粮食 结果大大超过粮食实际产量 基层官员无法完成增购 就开始展开政治运动 农民因而被捆绑 被吊打 被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 他们只能把所有口粮交上 以避免政治惩罚 导致农民没有存粮 最后大多饿死 造成大饥荒政策上的原因 实施合作化运动和大药禁政策 造成农民生产意愿下降 农业收入锐减 全国壮年劳动力 全部被组织起来炼钢 导致农田劳动力不足 此时中国仍然大量出口 几十亿斤的粮食 又不接受苏联的粮食援助 故出现大饥荒 以上种种 并非如官方所谓的 自然灾害等类的说法 而因是一党专政集权体制的恶果 这场大饥荒估计饿死四千万人 也有学者认为是四千五百万人 造成中国的国民经济大要退 生活水平大幅降低 但中共领导人生活依然优渥 中级干部以上 均享受副食品供应 民众不满官僚奢华作风的声音 逐渐蔓延扩大 实施大要禁政策 让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 透过群众运动 国家的权力 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节 大饥荒的灾情日益严重 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 会议上刘少奇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全国有一部分的地区 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 面对刘少奇 邓小平等人反复强调 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 对毛泽东领导权威提出挑战 毛泽东自己做出检讨 会后全国的财经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 各项计划指标都下调 毛泽东决定以退为进 会后长时间住在武汉 逐渐远离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得到提高 刘少奇的著作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个时候成为党内的思想教材 单行本在全中国发行了近五百万册 他在书中反对个人崇拜的一些表述 更被外界看作是暗指毛泽东 在一片检讨声浪中 林彪反而大力颂扬毛泽东 日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 林彪虽取代了刘少奇 成为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 土地改革及农村集体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 自然是反抗则寡 可以顺利推行全国 在第一次五年经济计划有不错成效之后 毛泽东更大胆提出大要进的三面红旗政策 在错误政策干预经济与生产的情况下 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毛泽东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自我批评 并退居第二线 刘少奇与邓小平出面收拾经济残局 没想到他们停止酌寝 恢复经济生产的努力 日后被毛泽东视为走资本主义路线 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导火线之一 本单元就进行到这边 希望同学对大要进等主题 有更清楚的了解 如果有时间 记得继续练习线上的题目哦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各位